主料,肉300克,空心菜200克,辣椒3个,辅料,油,盐,姜蒜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切好的空心菜,辣椒也切好备用,准备好的肉,锅中放油,把肉和空心菜一起放进去炒,然后再加入辣椒,不停的翻炒,大概3分钟就行,最后加入联合味精调味,招盘, 既下饭又有营养的,肉炒空心菜出来了,烹饭技巧,肉最好用五花肉,肥瘦相连会更好吃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